修行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要学习不受外界的影响,保持平常心 心的宁静需要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去累积的 修行可不是一日就可以成绣的 还是必须透过日常中的磨练,与人当中的磨合,去找出与他人相处的方法 假设经常和他人起摩擦,必须要先反省自己 当下要懂得去分辨言语的好坏 其实,音声如果散开了,文字如果散开了,他不成一句话 对人就没有杀伤力 今天为什么心理会起作用,是因为内心执着 可能面子,可能不容许别人看不起 心中就会产生起伏,另外也有可能是自信心的不足 在生活当中的摩擦,不管是一般的上班族 与同事的相处,或是出家修行者在道场的相处 难免会成口舌之快 可是,事后总有许多的懊悔 每个人在言语的冲突,都不会说出很好听的话 因为人家说一年称星期,百万丈门开 每个人在言词上的冲突,都不会说出很好听的话 更何况是一个修行人,人家对我们就会有另外一个观感 所以我们其实讲话,语气跟表情 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 如果说同样一句话,你用那种非常愤怒的语气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你不要这么做吗?你怎么还不听? 他觉得你的怜气不好,你是指责我,你就是伤害我 所以他可能愤怒一起,就会跟你吵架 但是如果说,你换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你记得吗?我上次跟你说过了 你忘记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年轻人 很快就得了提早的老人磁胎 记得记得,下次写挑子给你贴在门口 然后是这种语气跟这种表情 可能对方接受度会比较大 所以我在想说,人家人之间的一个相处是 要说柔软的话 然后,多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 不要只有想到我自己的观点 这样子的话,彼此之间就会有很很亲近的一个关系 在共识上面也会多一分助力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通常不如我心,不如我意 都会出现恶言恶语 仔细去想想 无形当中是增加彼此之间的怨恨 重的因缘就不太好 如果从现在开始 不管是对家人 伴侣子女也好 公司同事也好 学习用祝福的话 停止恶言恶语以及诅咒的话 将来就能成就非常好的人际关系 法迹新闻 廖杰林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教徒 请不吝点赞